就是中共滲透了在不同的實力裏面 就是因為包括地產 銀行 政府工 這些全部其實是靠傳媒去平衡它 或者給它知道 甚至是督爆 鄭寧基說 宜居家國後才發現 中共對許多當地的中文 甚至本地媒體滲透多年 對酒居海外的華人影響甚深 至於受香港局勢影響被迫離家的年輕世代 更不樂見粵語文化被丟失 鄭寧基希望眾籌120萬港幣能順利達標 2月底正式開臺 他也號召全球海外港人聯動接力 反制紅媒滲透 身為前無線電視TVB資深藝人 對近期TVB重組 找來曾志偉 王祖蘭等人擔任高層 鄭寧基表示 看不到曾志偉 或者看不到祖蘭 甚至乎成龍 他們都是要聽一些官 或者一些關係 他們都是聽話的人 是啊 他們都是受福的 這一分錢不容易賺的 不容易賺的 你沒有呼吸自由的東西 你不是想到什麼可以講的 不可以改的 這些稿 你可以發揮 但是裡面的重點 你是不可以改的 近年TVB無線臺被指為推出多個暢號中共的維穩節目 在香港吸引力大不如前 越來越多港人轉看ViuTV或其他收費媒體 高層改組被認為是捨香港 轉向大灣區市場的決策 金桃園記者梁珍 張鵬香港報導 比較不及時 本身都會推出社交易 crus無線索性 林行